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次我们就讲讲世界时事多下第一则新闻 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有很快的反应 大家知道以色列就向伊朗发动了暴牛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立刻说 他澄清一件事就是 我们绝对没有参与任何攻势 为什么 因为都担心自己是糟糕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好像某些共和党议员说 四条先开 台媒都说 四条先开 南海 台海 中东 俄乌全部开 都不怕 开四家 开台 原来布林肯在意大利的 卡布里岛的记者会上 我不会 谈论这些报道事件 我要说的就是一样 对于我来说 G7就关注局势 希望缓和 因为 这个月初 以色列 就是 轰了 在序利亚首都大马斯格的伊朗 外交机构 也使得革命卫队有人离世 之后当然 13号 伊朗就是布鸦发射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 而且第一次轰到以色列境内 之后以色列就要报复 当然 在 伊朗中部 在 伊斯法罕 的一座机场附近 亦都听到是 砰砰砰砰的声音 伊朗 几个核设施 都是位于伊斯法罕省的 亦都包括伊朗 是有浓缩计划的核心 这个核心设施 就是 纳坦之设施的 伊朗 也是 之后 亦都可能会对以色列动手 但是看来 大家动手 你说是不是很大程度地动 其实都不是 我觉得 以色列向加沙 动手 比这些更厉害 当然 国际元智能机构 亦都说 伊朗的核设施 是没有受损的 当然 这个布林肯 亦都很快访华 真是想不到 还有 看回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 传出了砰砰砰砰砰的声音 之后 亦都很快 有美国官员就确认 这个是以色列针对伊朗之前的有限度报复 但是 领导层和军方 都是对这个事件保持沉默 看回这么多媒体 我都看了 另外一方 当事国伊朗亦都不算太大反应 看来他们这对缩敌 也有意淡化一些 为地区局势降温 并且美国就说 不关我事 这事也是聪明的 其实看回 这个 西梅亦都说 现在国对国的直接打击 基本上就 不太会 强势地打击 多个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 对于中东局势和冲突 外日效应都担心富裕克制 古达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也说 谴责一切的报复行为 当前 的时刻 中东的危机 是 报复的循环 这件事都说得 没错 其实 大家都可能 觉得 是 旧了吧 但不知道 伊朗 都要动 都是 小规模的 轰炸 我相信就是 大家都这样搞来搞去 CNN也说 原来 在首次 动手事件 两个多小时后 在 未被授权的公开发言人 他们就跟他们说 CNN就说 这个发言 不敢出声 不敢说自己什么名字 他就说了解伊朗 的空中攻势 也了解以色列的反应 与此同时 其实 兔透社也引述一名伊朗官员 就说伊朗是没有计划对这件事 再作出反应 当然 这个很难说 他讲讲可能有反应也不出奇 如果是群情洶涌的话很难说 伊朗方面 尚未确定事件的外国来源 也都说他们 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外部打击 政府现在讨论更加倾向于 是 渗透 而不是 是动手的 怎么渗透 这个也不知道 这种说法似乎 就说明了 伊朗 可能报复也不会很大 但是渗透可能更可怕 报复 你不知道他渗了什么人进去 当然 说到这个布林肯 他就很搞笑 他现在学中国讲话 他就说 中国不能够 一边就希望和欧洲友好 一边 就助 掌对欧洲安全最大威胁 因为他就说 中国现在 向俄罗斯 转让材料 帮俄罗斯 乌克兰的战争机器 也都说强烈地关注 但是有没有证据 就没有 但是中国 说你 一边 去说要 关心巴勒斯坦人的 人道危机 一边就给武器 这个就有证据 你自己是承认的 对吗 到你口眼 你出席公开场合 之前有一个西媒 就说独家爆料 就说 这个 中国就给了很多东西 给俄罗斯 另外 美国外交人士 也都说 布林肯 在一次专门讨论 支援 在乌克兰 抗俄的工作会议上 表达了对中国 向俄罗斯 提供均民 两用 支持的 这些物资的 担心并且表示 支持两年多以来 其实一直 这个你真是老屈 中国有和俄罗斯 军事合作 但是很搞笑 这个会议 其实就没有人说是哪个会议 是不是他随口说 还是这个 外交人士随口说 当然布林肯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如果希望 和欧洲和其他国家 保持友好关系 就不能够 在另外一方面 助长 冷战结束以来 对欧洲最大的 威胁 但是你有没有证据 没有 但是 你供给以色列武器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老师 其实他就想学中国 因为中国经常说 一边 就说对巴勒斯坦人 没动手 一边就给武器 他就用这招 你一边就说 跟欧洲好 一边 你为什么要威胁欧洲 但是你没有证据 但是你做的事 就有证据 对吧 怎么样 布林肯应该就快又访华 好像 很密 这样的布林肯 去得了 有没有发觉 很密 老师 因为之前 他去年 想着流浪气球那段时间去 结果去不到 后来 迟了很多 所以看来 这个访华都很密 不过 以后 相信中美之间 都是这种 互相互访 你说关系会不会好 我觉得不会 但是 起码有得 是知道 大家想什么 设为难 经常说 原来中国外交部 亦都表示 欢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访华 目前 中美两个 亦都是 全球贸易 地区冲突 我战争 的 这个紧张局势 看来 他们都是 要关注的 原来Politico 亦都说布林肯 几时访华 23号访华 那就是启程前往中国 为期四天华 都算长 到时他 一定会跟北京的高级官员 会面 预计双方 亦都讨论 傲战争 和中国 对 在南海的这些行为 当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林劍 亦都在 这个记者会上 说 中方欢迎 布林肯 国务卿 是近日访华的 不过 他就没有 没有提 这个具体日子 亦都没有 说见谁 这个也是 布林肯上任以来 第二次访华 而且一年都不够 因为上一次就是6月份 本来 上年就想着年头 他带来流浪气球事件 结果流浪气球事件 他又是找不到证据 说这个气球 是有收集情报的 这个挺好笑的 当时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去年6月 亦都在天安门 广场 的一侧 人民大会堂 是见了 布林肯 习近平在换面当中 亦都说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 和取代美国 但是同时 亦都说 美国亦都要尊重中国 不要 是防害 中国的政党利益 其实就是台湾 这个 中国 底线中的底线 就是台湾 布林肯也说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 亦都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 不是吧 你说不寻求 但你整天都 什么 很多评论 评论都可以 但是 有些是干涉内政 也都不寻求 教师爷 也不寻求通过 强化盟友关系反中国 这个就是罪假 跟邦邦马赫斯 在做什么 亦都愿意负责任 在管控分歧 寻求对话合作 其实这次 布林肯访华 他都 相信他都会说中东局势 因为 要是他知道 其实 中国和 伊朗关系 都不算差 都还可以 他没理由叫俄罗斯 去跟伊朗说 你怎么叫 因为 之前 中国也是 拆掉了 伊朗和沙地阿拉伯的关系 所以 这次中东局势 都是其中一个 探讨的 范围 这个也很正常的 其实布林肯也是聪明的 说不关我事 总之不是我们 涉及任何向你的攻势 都是那句 其实 美国都知道 不可以开这么多条战线 你不要说美国 冯德内恩 他都说 希望各方克制 不要这样 为什么 这么幸福的 还有 英国 扮了 英国 新伟诚也说 希望中东各方 保持冷静 新伟诚 在发表 这个讲话时 就说 形势大幅升级 不符合任何人利益 希望中东局势 可以得以 缓和 大家保持冷静 你知道 是不是因为新伟诚 才温和 夏博士出来说 不怕 不怕 我们支持你 我们支持你 又好像没有 但是其实 一个 但是那些黄友 很喜欢他 一个人 就叫做卓卫斯 他就说 预传 全面撑耳 全面撑耳 他说我 你手上走开 Lilis Chucks 其实说真的 你每一次出来 越大声说话 都是一个 都是 等于是 自己 一个笑话 我都不想这么说 但是 你越说得 厉害 其实就 人家觉得你越按摩 是的 最搞笑 因为 现在连西媒都说 说他 是 这个 都 经常都做错事 好像我们的媒体 The Conversation 亦都说卓卫斯 卓卫斯 原来他就说 喂 我 我没错 还说自己没错 这个真是 为什么这样 真是 不太明白 为什么他可以 当然 说真的 他现在不是 前座议员 你说他 可不可以 狗说一下 都可以 卓卫斯 也说不行 要全面撑耳 以色列 被伊朗轟了之后 全面撑耳 幸好你不是手上 幸好你不是手上 如果不是 他就说 原来他就要求 这个英国的政客 要更加多撑耳 全面撑耳 你国内有多少牧师 我问你一个 他仿佛不知道 他仿佛好像不知道 所以应该下台 是吧 他的最新推特上 就是说 就是我与 以色列站在一起 Stand with 这个以色列 哇 之前神奇女俠试过 当然 就很糟糕了 神奇女俠 但是他以色列人 也叫做 是不是神奇女俠 是的 他是以色列人 而且 他是叫 撑耳 他后期有再 详细解释 因为他一开始 只是写撑耳 撑耳色列 之后他有解释 撑耳色列 带回 人质 带回他们 是的 因为很糟糕了 社交媒体 你也知道 他判断了 社交媒体 被人留言 是的 他去了 生病 生病 无止病肝 恭喜 恭喜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说日本食安 大家知道 日本最近的食安 都很糟糕的 比如 小林济药 真是糟糕的 原来 日本大阪日前也发生了食物续毒事件 1801人吃了便当之后 就出现了呕吐和福射现象 原来受害者 他们也 之前说过的 鹿鱼病毒 原来就中了鹿鱼病毒 当然 这个鹿鱼病毒也被称为一人得病全家遭殃 因为他感染得挺快的 哎呀 当然 幸好1801人 都没有什么大外 原来 这个日本 他们 之前 记得我们没有说过 那个是 面 那些面 记得那些 流水 泉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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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调查之后 原来 今个月10到12日期间 总共154人 食用了泉水面 泉水面 即是 饭盒 俗称 很糟糕 因为92岁的人 都出事 幸好 现在没有狗 我看回他的图片 也挺精致的 泉水面 挺正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现在吃到瘀了 吃到瘀就不好 多精致都没用 政治 入医院 更精致 就是 九岁到92岁 1801人 出现了上吐下射的症状 日本官方就说 烹调食物的员工 和病发者都发现 他们种了 下鱼病毒 受害人 现在就康复当中 便当店 也都已经下令 从17号起停业7天到今时今刻还是停业的 当局也都提醒防止病毒 应该是 去了如刺之后 和煮饭前 吃饭前 用 洗滚脚脚手 还有 吹锯 也都是要 厨具 也都是要 彻底消毒 基本的 但是餐厅 究竟有没有其他问题 要查一下 另外 还要避免直接接触 感染者 当然 如果接触了 就立刻要洗手 这个 大事 大事 当然 鲁鱼病毒 其实就是 1968年 在美国 俄汉俄 就是 这个 鲁鱼黑 那里发现 所以叫做鲁鱼病毒 因为用前序的名字 它发生就是流行性的 腸胃炎事件 最常见 也是最常见引起腸胃炎的病毒 它的传染力和 散播力非常快和强 而且病毒的这些粒粒 非常少量就可以治病 鲁鱼病毒 感染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到3、4月期间的高峰 鲁鱼病毒是一种无外殻 直径是27到32 NM大小的 这个是单年 核糖核酸病毒 属于杯状病毒的其中一元 发生原因就是 人是唯一的大病人士 当然是用过的 他们用过的东西 嘔吐物等等 排斥物等等 当然 最容易感染的食物是什么呢 这个有说了 便当 还有 三文治 沙律 水果 生 生鲜 鱼背类 因为这家有买鱼背类 是不是因为这些 真的要看一看 真的要看一看 依据这个美国 是 CDC 即疾病控制局的评估 在乐园病毒 57% 由食物传播 16人传人 3% 就是水的传播 当然 这些 小心小心再小心 尤其是刚才有个 9岁的小朋友 和92岁的 更加令人担心 幸好就没事 这是第二则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 就说一下 这个更糟糕一点 因为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了 几年来 都是不断有地方有的 亦都令到 有 记得之前台湾地区 日本都试过 就是 弹架很高 为什么 就是禽流感 没错 世卫首席卫生 科学家 Fara 原来也发表了演讲 就说在意知的几百例 甲型球能狗 H5N1 当中的人类病例 原来病毒造成的 离世率是极高的 但是 还没有记录 显示病毒会在人 和人之间传播 H5N1主要就是 是源于家禽 在过去一两年 在广泛地分布 逐步亦都发展为 全球性的大流行 这位首席 科学家 Fara 亦都说 病毒 记得英女王 有那些蚵 都好像要搞定 是的 在泰布侍河上面 那些蚵都要搞定 怕他们感染 是的 没错 你大规模感染 然后人全人就大了 一定要早 处理 没错 原来这个Fara 也说病毒 在传播过程当中 不单是感染 是禽类和暴雨类动物 亦都会感染人 目前疫苗 开发的程度 比较低 是前期 而各地的 这个 检测 H5N1病毒的能力 亦都不尽于人意 在美国 当然 原来亦都出现了牛 都比H5N1 所以这位 是的 这个乳牛 也是中过 所以这位 专家 亦都敦促 公共卫生当局 要进一步进行监察 和调查 因为可能 是 出现不同的传播途径 在对病毒传播 那么大 其实 世伪 亦都 对外更新了 相关的专业术语 就希望 在发生全球 疫情时 加强国际间合作 因为你们知道过去那几年大流行 这个世界过去几年 真的过得非常差 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捱过来 有大流行 亦有战争 当然 他也说 新冠引起的紧急情况 令到世卫提供 这个建议 亦都推动这个窗疫 医学界 和学术界 认识到 在描述 这个病毒传播的过程中 缺乏一定的 商定术语 是大家不好的 有一个 大家的定义会好一点 亦加深了克服疫情的难度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同来自非洲、中国、欧洲、美国 四家主要的公共卫生机构 进行坐上 并且宣布一系列的术语 比如用这个 传染性呼吸道 这个是科粒 去代替叫气溶胶和飞没 这样也好 大家统一 避免对 所涉及的科粒的大势 产生任何混淆 他在 日内瓦 因为他们 很多机构在日内瓦 说 除了推出新的 用语之外 更加窍以 是巩固国际社会的承诺 就应对日益复杂 和 频繁的流行病 和带流行病 亦都说 已经有相同的术语 相同的语言 你这样统一了是一件好事 现在 亦都是 进行科学研究 就为了理解 结核病 冠状病毒 和其他的病毒 当然 现在统一一些东西 都是好事 因为之前 大家都统一了 如果有新冠的东西 大家怎样去 磨合 或者是 怎样统一 应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过去 那几年 教训都很惨痛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